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iloni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這一次買的東西還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我就是要慢慢的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 這是一個粗略的分享啦 因為畢竟是一個Hall 然後不會像 單純介紹一個眼影盤 然後單純介紹一個腮紅這麼的詳細 我就簡單的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第一個的話就是Ben Nye這個 這個眼影盤 不會買這盤的原因呢 也是因為被搭配燒到 就大家應該 有在follow我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就很容易被搭配燒到 然後他就是 一直在推薦這個眼影盤 所以我就被他推得心癢癢 他應該也有三個影片至少 至少三個影片有分享這個眼影盤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盤 可是因為另外一盤比較接近大地色 所以我就先想說 我就先買一個比較繽紛的顏色 不過我現在 用完之後我也想再買另外一盤 用完之後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搭配會這麼推 你這樣單純看啊 你看不出他有什麼厲害的 可是你真的這樣子去試色 我跟你講他這個眼影比較厲害的就是 你不管是用手指還是用刷具 上起來的光澤都很漂亮 然後他的光澤呢 就跟他的品名一樣 是珍珠光澤 他不是像一般眼影的那種珠光喔 他是真的 真的就像珍珠的那種光澤 而且他真的不會飛粉 完全不會 就算是他深色 你可以看得出他不是像一般眼影那種 呃 就是有明顯的珠光 雖然這種眼影也很漂亮 不過 這種眼影就比較特別 他就是 我個人認為啊 他的光澤就 感覺是跟顏色是融為一體 本身那個顏色就散發出 很自然 很漂亮的珍珠光澤 他不是像 我拿另外一個 嗯 珠光眼影給你們看好了 他不是像這種 他不是像這種眼影 稍微試一下 我覺得珠光有不同 不同的表現 然後 第一種的話 就是像這種 珍珠光澤 很細緻的 然後第二種就是 我現在試給你們看的 我覺得比較像是 鑽石光澤 稍微試一下 在手上給你們看 他這裡你可以很明顯看到他的珠光 在閃亮 閃耀著 可以看到 這樣看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就是 嗯 要怎麼講 你們可以 喔你們看到嗎 這個珠光呢 下面這兩個珠光 他就是很明顯的 有珠光的顆粒 但是 上面這個啊 他就真的很像 珍珠 珍珠 除了顯色之外 也很好暈染 以珠光眼影來講 就算蠻好暈染的 對 那他的質地呢 我覺得 目前摸下來 我覺得 好像沒有其他眼影盤 跟他類似 對 他的質地 他是粉壓得非常濕 然後 摸起來的話 不乾也不濕 對 然後也沒有說很軟 嗯 像 LORAC的那個 他的 Pro2就 蠻軟的 嗯 目前 我這樣用下 我覺得目前沒有別的眼影盤跟他 非常類似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算是一個蠻特別的存在 因此呢 我會想要再購買他另外一盤 我再說一次他的這個眼影用手指和刷具上起來的表現其實沒有差很多 所以蠻推薦大家買這一盤 不過他的單價有點高 我也建議大家要在八折的時候再買 Mac Pro的這個 也是被大佩燒到 然後 大佩是用這個當成corrector 他的質地很像 很像 粉底膏 可是塗開之後呢 不是那種遮瑕度很高的東西 我覺得他真的就是純粹像是矯正顏色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還是可以透過去 你可以發現 他是可以透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比較像是在調色 調色或者是 你要矯正某一塊膚色的時候可以用的東西 但是他完全就是沒有什麼遮蓋能力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Mac Pro的粉底膏 但是你一直買不到 千萬不要買這個 想說好像可以試試看 是不是有類似的功能 其實完全不一樣 我就是好奇啊 就是純粹是因為好奇而買了這兩盤 那這盤我覺得我買的有點太淺了 因為 我覺得這個顏色好像比較適合白人 看起來啦 那這一盤的話就是跟著大佩一起買的 對 我是他的腦袋 夢寐以求的VCRT的12色眼影盤 色號是Dark Matte 04 我之前不知道看誰分享 然後我就對這個顏色一見鍾情 很吸引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他大概有秋冬的感覺 可是他就是 整個配色上 我真的覺得蠻被他吸引的 然後我一直很好奇 VCRT他們的眼影到底為什麼這麼貴 然後到底為什麼大家都說他很厲害 用了之後我真的覺得他跟其他眼影盤也完全不一樣 他就是非常非常好暈染 我給你們示範給你們看 因為他這個配色我覺得他冷暖都有 所以我就覺得還蠻實用的 而且有一些顏色我自己本身是沒有的 好 然後他的顯色度非常高 所以大家在沾色的時候可以先沾一下就好了 輕輕碰一下他的顯色度就很強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他厲害就是 你想要暈到哪邊就暈到哪邊 他完全不會結塊 假如說真的不小心一次量這樣沾太多好了 你就把它推推推推開一點 推開一點 這樣子 推開一點 他完全不會有結塊的問題 你拿其他的暈染刷 比較乾淨的暈染刷 想要把多餘的粉刷掉的話 也超好刷 他有點像是粉會又重新附著到乾淨的眼影刷上面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蠻特別的 我覺得有個小缺點就是你在畫的時候 你的暈染範圍如果變太大的話 他整個就是會整個散開喔 他真的是完全會散開 他不像一般的霧面硬 另外一個吉他牌的 就像這樣 就是 他可能就會有一點小結塊 在手上可能沒有這種明顯 但是我覺得在眼睛上 非常非常明顯 他真的是你想要推到哪就推到哪那種喔 可是這種一般的霧面眼影啊 就沒有辦法 像他一樣想推到哪就推到哪 這些配色都還蠻好用的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暖色調的 但有時候比較特別的場合的時候 我也會用到這邊 聖誕節的時候我有用到綠色的 這兩個你想要一般大地色系可以 那用這兩個顏色去搭配其他的 你想要變成其他的顏色其實都非常OK 那像是這一個的話 他當作眉粉也蠻好用的 因為他是 我覺得有點像墨綠色 有點帶黃感 所以 頭髮比較淺的人 可以用這個顏色當作眉粉 所以就蠻特別蠻好用的 我覺得我買了 不後悔 BECA他的 這個叫什麼 Under Eye Brightening Corrector 有點蜜桃色 粉粉橘橘 但是又是膚色的一個corrector 有一些corrector就是很液態 或者是就是很高狀 可是他這個是有點黏性的 然後他在這個眼下 是 修飾度是蠻好的 可以提亮 稍微用一下給你們看 如果你有淚溝的話 弄上去之後我覺得效果還蠻好的 但是因為他是corrector 所以他 遮蓋力可能沒有像 concealer那麼好 concealer就是遮瑕嘛 所以他的遮蓋力我覺得算是普通啦 不過他有很明顯的提亮效果 你可以看到這兩邊 對真的提亮效果差蠻多的 好 所以這個之後再上遮瑕膏的效果就會更加倍 因為遮瑕膏它沒有校色的功能 所以 恩 如果你的黑眼圈比較容易像我這樣子 有淚溝啊 或是你的黑眼圈是 恩 有帶紫或是帶綠色之類的 像這種 先用corrector 再用 遮瑕的話 效果就會比較好 去Sephora之前我就 預想我要買什麼東西 那我是被 恩 Regina 就是 瑞姐一個大陸的化妝師 然後他在澳洲工作 然後我都會看他影片 因為我覺得他影片真的是專業 所以 我就 因為他而買了 BECA的 這個 Ultimate Coverage Complexion Cream 他雖然遮瑕力高 可是我覺得他不會很快感 通常遮瑕力高那個粉感不是很重嗎 但是我覺得他不會 雖然他比較濃稠 但是我覺得 他的那種 整體的妝感還會有一點光澤 他不是全霧面的那種粉底液 所以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恩 我那時候挑色號我是 這個Sand 這個我是依照 瑞姐的他自己選用的色號而買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點太白 就對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算 蠻剛好提亮效果不錯 但是 以大部分台灣女神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跟我的膚色一樣 甚至大部分的女生都比我還要 膚色還要深 所以 我又再買了一個Olive的 這個色號 那他們兩個的色號呢 我是 緊一點給你們看 那時候看瑞姐在幫Model示範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遮瑕力這麼高 然後 又帶有那種水潤感 我就很心動 然後我就決定我去 美國的時候我一定要買它 雖然它是high-end的產品 一瓶好像是42塊美金 42塊美金 還蠻貴的 可是我覺得遮瑕力高 我非常需要的產品 就是以 我平常在幫客人化妝的時候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膚質都很好 所以 很多人都是需要遮瑕力高的產品 不然他們 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我這個斑點可以幫我遮一下嗎 欸我這個痘痘也可以幫我遮一下嗎 這是 很需要 但是有時候用遮瑕膏 遮的時候 反而會覺得粉有點厚 所以我就很想要買一個 遮瑕力高 然後又帶有水潤感的粉底液 那我在台灣 我買過 MAKE UP FOREVER的HD FUNDATION 然後還有 BOBBY BROWN的 痰润 痰润粉底液 我覺得 遮瑕力都沒有像這兩罐 就是 沒有像BECA這個這麼 好 對 我覺得它的妝感真的是還蠻漂亮的 所以我很喜歡 完全沒有後悔 我現在已經幫幾個客人化過 我覺得妝感真的是 終於到達我想要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我之前用的粉底液 我覺得都不知道是在幹嘛 就可能要對了好幾層 我才會覺得 喔對 這就是我想要的感覺 可是 你就會覺得粉好厚 然後有些客人也會覺得說 你幹嘛在我臉上疊這麼多層東西 其實 有些客人會覺得說 你疊這麼多東西 一定粉很厚 什麼之類的那種 他們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很想要就是 找一罐粉底液可以 同時解決 這兩個問題 對 就是要高遮瑕度 然後 又要水潤 我覺得這罐就是 同時有這種感 這種 對 同時有這兩個功效啦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 它沒有買錯 感謝瑞姐的推薦 It Cosmetics 他們的 Buy Bye Under Eye 這個 也是看瑞姐的推薦 但是 我目前還沒有用到 很多 所以我對他們的感覺 還沒有很 沒有像粉底液這麼的強烈 稍微擠一點給你們看 因為那時候瑞姐 他是說 It Cosmetics 他們的這個 Buy Bye Under Eye 就是很有名 然後 我聽他講之後 我才說 原來It Cosmetics的遮瑕這麼有名喔 好那我要去買 那我買的時候是 這個是新款的 因為Sephora目前只有賣這個 但是去 Outa的話 就有舊款的 它的質地我覺得 蠻接近粉底液的 稍微有點黏度 然後 遮瑕力真的很好 我覺得不太會卡粉 對 我買的是 買的色號就是依照瑞姐買的 Medium和Ten 我買的這兩個顏色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 一個當作 這個偏橘的Ten 可以當作校色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再疊一層上去 那遮瑕度就會蠻好的 我遮另外 剛剛這邊有用corrector 所以我就可以稍微上一下 上哪一個呢 好 我用這個 我覺得他的那個 粉感也不會說很厚 不會有那種很厚重的感覺 然後我用這個 還不錯 好這邊先用那個 Ten 稍微遮一下 因為我的 從早上到現在 妝有點 掉了 我的天眼圈很容易 到下午就露出來 那我現在就稍微塗個妝 我覺得他的遮瑕力真的還蠻好的 覺得這個也沒有買錯 但是說真的啦 瑞姐都是用high-end的產品 就是蠻高檔 蠻貴的 雖然不是真的用在我臉上 都是用在客人的臉上 但是我覺得 看到自己的 客人的臉上 就是這麼漂亮我就很爽 對就是這種感覺 Anastasia的 這個 梅妝產品 其實我是 一直在看 他這個牌子的IG 然後 怎麼他就常常在分享 他們每一部的產品 我想說到底是多好用 然後很多youtuber 都是用他們家的 每一部產品 我想說靠那我也要買一個來試試看 哈哈 然後這個是美粉 我買的色號是ash brown 就是 我覺得蠻適合亞洲人使用的 它是 嗯 給你們看喔 它是帶灰的 帶灰色的咖啡色 就是ash brown的 對ash ash就是灰嘛 然後 試在手上給你們看 一個淺的一個深的 可以看到 就 蠻明顯的偏灰的感覺 所以 嗯 如果我遇到黑髮的 或是 頭髮顏色比較深的客人 我就會想要用它 因為 在台灣老實說 我真的 找不太到 眉粉是偏灰的 除了Maybelline他們的 有眉膠的那個三色之外 其他我都找不太到 然後 我想說 嗯 一塊眉粉可以用這麼久 那雖然它有點貴 可是 台灣找不到的東西 我就 我就買了 對我就直接把它買了 不然我平常都是用大創的眉粉 大家都知道 我超愛大創的眉粉 大創的眉粉 真的神之好用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影片 我有特別幫大創的眉部產品 拍過一支影片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嗯 平常我工作就是用那個 因為有些新娘都會染頭髮 所以用咖啡色的眉粉是ok 可是 其實有蠻多的新娘 或是蠻多的客人 他們是不染髮的 那 我如果用咖啡色的話 就很奇怪 對 真的會 總跟頭髮搭不起來 後來 才又買了這個 是Taupe的顏色 因為我在那邊試了蠻久的 我是看 Posmo by Hailey 就是我之前也有分享過的一個 YouTuber 我看他都用這款眉角 然後他都用這個色號 可是因為他是金髮 然後又是白人 我就覺得 那我是不能買這個色號 可是我去現場用了之後 我覺得 我買這個色號好像還蠻ok的 顏色其實就是 嗯 這樣子 可以看到嗎 就是 我覺得他還是 他還是 算 不深也不淺的咖啡色 然後 他不帶紅 所以我覺得 如果 我自己用太淺了 再疊上眉粉就好了 因為這種眉膠 我覺得拿來當作眉部的打底 是蠻適合的 嗯 對 所以 我覺得如果真的 客人用或是我自己用太淺的話 我就再疊上眉粉就好 他只能搭配眉粉 他不能搭配眉筆 因為你用眉筆的話 你就把它刮掉 所以 你們就自己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我沒有買眉筆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沒合 眉筆的話我買大窗就好了 我覺得眉筆用這個 HIGHEND的產品 我覺得太賞本了 所以我就沒有買 這四個 這兩個是KVND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然後我是當場試色之後 我才決定我要買什麼色號 我沒有特別選定說 我要 一定要買什麼色號 可是 呃 Lolita 2是大家都在用的 所以我比較有注意到這個色號 那用了之後呢 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手邊也沒有這種 也沒有這種 這種顏色的唇彩 有點橘紅的感覺 但是它又是那種沉穩的橘紅 不是 不是那種 亮 然後嚇到人的那種橘紅色 這個是Double Dare Double Dare這個 我買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 這一款顏色還蠻紅的 是不是因為Kelly介紹過 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是因為 當場去試色之後 我才覺得 它超美 它真的超美 我覺得它是 我覺得它是豆沙色 它是真的豆沙色 對 非常的漂亮 Keyvon D他們的質地呢 還不錯 就是它塗上去的時候啊 過一陣子它 它就會開始乾嘛 然後它就有一層在這個上面 可是它不會有 很黏的感覺 它就是 還沒有完全乾的時候 會有一點黏 然後你就稍微 這樣子 就用個多 多用個幾項 然後等它乾了 它就 不太會黏了 這兩個呢 這個是Savara他們自己的 產品 然後這個是Cream Lip Satine 那這個色號它是40 它是義大利製的 我手邊有一些裸色的唇膏 用在我臉上會顯黃 所以我現場用了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 在我臉上也不太會顯黃 我就買了 它有一個 它跟MAC MAC的唇膏味道很像 質地跟 Keyvon D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它比較 稍微濕一點 然後它沒有 Keyvon D的黏 雖然Keyvon D也沒有說很黏 可是我覺得它是 幾乎不會黏的那種 再來這個是Tarte的 也是Lip Paint 也是類似的產品 會拿到這個的話是因為 我加入Savara的 會員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拿到這個顏色 其實覺得這兩個顏色 用肉眼看有點接近 但是它比較偏橘一點 然後它有點帶紫的感覺 嗯 顏色不太一樣啦 然後它的味道是薄荷香 補一下給你們看好了 我覺得它的這個 Tarte這個很漂亮 這樣子 裸棕色 嗯對裸棕色 但是它會讓我的膚色有一點 看起來沒有精神 試Lolita 2給你們看 嗯 這樣感覺嘴唇很好 所以嘴唇上面有很多東西 哼 好 因為底色是比較淺的 所以Lolita 2的 那個顏色出不太來 那就 大家就 不要在意這麼多 哈哈 腮紅的話其實也是 入會拿到的禮物 然後它是跟這個一起的 這個是 這個是 Tarte的腮紅 可是它是小的 原本的 大小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是 嗯 Exposed 然後這個是 Party P-A-A-A-R-T-Y 它叫Party 品名是一樣的 可是 小的是Made in China 然後 大的是Made in USA 所以 USA的粉壓得很緊 非常非常緊 然後你會覺得 它的粉比較乾 可是 這個Made in China的話 它的質地 我覺得摸起來比較軟 所以 嗯 粉也稍微壓得沒有 USA這個這麼實 相機看起來 差很多 可是 肉眼看起來我覺得 我覺得 有一點點接近 就是你這樣子看的話 單純用這樣子看 你會覺得它蠻接近的 可是這個真的粉蠻多的 很可愛的顏色 所以我拿到我也很喜歡 它的粉真的沒有壓得 美國製的這麼實 可是 也就變得比較好沾去 像這樣子 我還蠻喜歡的 好 好像蠻紅的 哈哈 好 沒關係 那腮紅就只有 就是因為 入會拿到了這一個 然後把 把它壓掉一點 眼影盤 其實 我當初 只想買這個 Ciate的 我會買這個 也是因為 Cosmo by Haley 它之前有用過 它們家的產品 然後 我看它 用起來好像很好用 我就買了 沒有特別想買眼影 因為 我手邊其實蠻多眼影的 可是 就當我摸到它的質地的時候 我就 想買 對 然後我覺得它的 很漂亮的顏色是 這幾個 這三個 給你們看一下 像這樣 是不是很美 但它的質地偏乾 不過它粉沒有說要非常非常實 所以會有一點點飛粉 其它都還好 就是質地算是蠻軟的那一種 顯色度很好 對 可是我覺得它霧面眼影沒有非常好暈 對 就大概這樣 最後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超多人都在搶的 文藝復興 這個也是 Anastasia的 對 這大家應該都 對它非常熟悉的 其實 我之前 對它 完全沒有興趣 唯一引起我興趣的是 Tiff 我之前是Follow它IG 然後看到它分享用這一盤 呃 畫出來的眼妝 它是唯一一個有燒到我的人 其他人完全 我完全無感 我就覺得 嗯 這配色不就 什麼莓果色 很多人都是看 這一個顏色和這個顏色 可是 我就是因為這兩個顏色 我就覺得 我手邊也太多就是莓果色的 呃 眼影了 所以就覺得 我應該不需要買到這盤吧 因為我前陣子才買了四盤 Morphe的 35系列 你買到了35F之後 你就覺得你根本不需要再買這盤 因為 就會覺得這顏色 根本就是類似的 可是呢 有Follow我IG或是粉絲專業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我在 美國的最後一個禮拜 我有開Sephora的限時代購團 然後就有一個網友他想要買這盤 然後我就想說 他怎麼敢 說還要買這盤 因為這一盤就是缺貨缺到不行 結果 他一跟我說他要買這盤之後呢 這一盤 在Sephora就補貨了 那因為台灣很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買到Sephora 所以 呃 現貨 就是在Sephora店面的現貨其實還蠻多 我去了兩間店都看到四盤 那我就嚇到我想說 難得有這麼好的機會可以搶到一個就是熱賣品 我當然要買啊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看了文藝復興的 呃他們的廣告宣傳影片 他就把文藝復興那個時期的畫作 就是他們在分享說他怎麼會想出這樣子的配色 然後他就把一些文藝復興的什麼雕像啊 還有一些畫作的那個圖片就播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這盤的構思來源也太太有意境 太高尚了吧 我覺得因為這樣的原因而買了他 我覺得以初學者來說也算是蠻好搭配 除了紅色的部分可能需要多練習之外 其他的顏色都是偏大地色 所以老實說真的是非常好上手的一個眼影盤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沾去 我覺得他沒有LORAC這麼的軟 沒有這麼濕 但是他也沒有像VCR他們的眼影粉這麼乾 然後他也不是像Ben Nye這種質地 我覺得他跟我剛剛分享那個Ciate的眼影比較接近一點 他就是一個比較軟 但是又不會到濕的質地 那他真的是非常顯色 然後刷子也很好沾去 不過他跟LORAC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不太會飛粉 所以我懂為什麼大家這麼愛他 好 然後給你看一下他的光澤 我覺得他比較接近Ben Nye的珍珠光澤 你這樣看你會有這種感覺 可是當我再另外把那個Ben Nye的眼影試到手上之後 就會發現還是有差異 有點像 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就是以他這個淺色來看啊 Ben Nye的這個真的就是珍珠光澤 而且你細看你完全看不到Ben Nye的珠光 可是文藝復興這一盤就還是看得到他的珠光 就是沒有跟顏色融為一體的感覺 這三個 然後還有這個顏色 我覺得他這個顏色還蠻特別 有一些眼影盤根本就沒有這種顏色 這種顏色就是很當時候畫作的那種感覺 還有這個Warm Taupe 但是我手夠用 好 然後 他也很顯色喔 他真的很顯色 然後 然後 因為我手邊並沒有這麼多這種淺的 嗯 怎麼講 淺的 暈染色 然後 因為很多人都是買 可能很多人都是買單顆的眼影來做這種 顏色 就是選擇類似像這樣的顏色 可是我都沒有買 然後我就覺得 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我沒有 所以我要買他 完全不是為了他的紅色而買 我知道很多人是為了他的紅色 可是我不是 我就是為了他這幾個 這樣子的顏色而買的 我覺得他這幾個顏色做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 要我說 我也沒有非常愛他 其實 他的妝感做出來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 因為他的配色就是 大眾比較喜歡的 最近比較流行的 莓果色 然後 乾燥玫瑰色 我覺得 整個跟其他眼影盤比起來 這一盤 和 這一盤 才是 我覺得 非常喜歡的 我沒有不喜歡文藝復興 可是 就是我覺得 他 他的表現 給我的 感覺 我覺得 很棒啊 這真的是一個很 很棒的眼影盤 但是 我不會 有那種瘋狂喜愛他的 那種感覺 用這盤 也是需要有點小技巧 除非你都是用大地色 不去用那個紅色 總之 但是 我還是會 推薦大家買這一盤 不過 就 他沒有讓我 有很大的驚喜感 可能是因為大家都在講 SORPHY的 菸菜盤 也可以畫出類似的妝感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喜愛 那今天 high-end的美妝產品 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今天的分享 雖然影片真的還蠻長的 不過 就蠻久沒拍影片 所以想要跟大家 多講一些話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第一次來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